而冬天到了 直接联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赏风还是吃火锅 我们要告诉您 南投山林溪刚好就是最佳去处 气温变低了 枫叶也跟着转红 南投山林溪染上入秋颜色 风红搭上樱花鲜艳 秋冬氛围围维绕整个山头 看着美景如果能来点热乎乎的国物 那就更棒了 连鱼头先下锅油炸 接着再用独家配料 把蔬菜先爆香拌炒 加入鱼头用微的 入味后就能和火锅料一起上桌 炸的这个火候也很好 味道吃起来非常有一点甘甜 吃过的都竖起大拇指 沙茶香加上微辣口感 冬天吃最温暖 另外还有这一锅蓝胡锅 火锅料青菜加上特制辣汤 大火煮 但特别的是颠覆一般火锅 一定要喝汤的习惯 蓝胡锅吃干的 干的没有汤汁 那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我本身怕辣 然后吃到一种 我觉得一点都不辣 没有汤汁 我觉得很新奇 就来试试看 干干的吃也美味 蓝胡锅取其打麻将时 蓝胡的意思 业者在锅名上玩创意 但在这入秋为良之际 无论是蓝胡锅 还是砂锅鱼头 天冷时吃上一口 都能让人温暖在心头 中天新闻彭志明 周大祥 苗栗南投 采访报道